Hello,大家好,我是Wernice 刚刚公司有公布了一个好消息 是给所有的consultant GA,BA,SBA跟EBA 在3月份有惊喜 其实3月到5月 每个人都有机会拿到公司给的shopping credit 高达4500令吉的shopping credit 这是公司的海报 是什么条件的顾问是可以得到这个奖励呢? 在3月份到5月份之间 加入Novex成为consultant的顾问 并且highactive的顾问 在3月份到5月份之间 从consultant升级到TA的顾问 在3月份之前加入Novex成为consultant的顾问 并且highactive的顾问 active的意思就是在一年里面 是有超过400QV在PSV里面的 就是你只要在你的NCO里面 看到你下线的名字 还有在你的team relationship那边 就代表他还是active的 所以在3月之前 就已经是TA的顾问们 都可以有机会拿到奖励 如果你都符合以上的条件 请你继续看下去奖励是多少 公司有公布 只要你在你的PSV Personal sales volume里面有300QV 在这三个月里面 你就可以拿到90令吉的shopping credit 然后如果有500的话就会拿到更多 就会有190令吉 如果有900QV的话就会有400令吉 这是三个月的total 什么是shopping credit shopping spree credit 它就是你可以用这个shopping credit 来买Novex的product 就是到时候它会公布 用来买什么product 但是基本上catalog你看到都可以 只有几样之不可以 而且可能会有那些比较限量版的东西 可以购买 shopping credit 就好像是你的钱花掉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400的shopping credit 而你选购的东西总数是380 那剩余的20令吉是没有办法推还 也没有办法留下次用的 如果你有获得shopping credit的话 是会在6月15号的时候 出现在你的NCO的 就是讲6月15号之后 才可以使用这个shopping credit 另外一个就是需要支付15令吉的运费 要怎么完成并且符合条件拿到奖励呢 每个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每个月至少要有100QV so如果你要拿到那个90令吉的shopping credit 你就必须要每一个月都至少有100QV 就3月100 4月100 5月100 然后总数就是300咯 就可以拿到90块的shopping credit PSV就是personal sales volume 每个月都要100至少啦 所以你可以200 300 或者如果你第一个月升级的话 你就会有400了 400的话就你至少都拿得到90的shopping credit了 但是你接下去的两个月也要继续100 不然的话那个第一个月400就白费了 然后EC或者personal order都属于PSV 好 这里有一个公司给的一批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你的三月份 是100分 4月100分 5月是100分 so total是300 你就成功拿到Tiwara就是那个90令吉了 如果第二个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他在4月份的时候是80PSV 就是他没有到100 所以这代表他没有完成 就是他4月的时候没有完成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100以上了 120 150和200 但Tiwara还有475 还是成功的拿到了 他那个90令吉的shopping spree credit 然后第四个例子的话 就是在三月份他就有300PSV 然后4月没有东西 5月也没有东西 这样其实他都有300PSV 但是他没有成功 他没有符合条件 所以第五个etample就是100 300 100所以他有500分 所以他可以拿到第二个 就是190令吉的那个shopping credit 最后一个etample是200 300跟450 所以他每个月都超过100 而且他分数很高中 所以有950分 这样子他有成功的拿到第三个的shopping credit 也就是400令吉的shopping credit 好接下去我们看的是有几个方法 是可以在短的三个月内 可以赚到让你很满意的佣金 还有产品购礼券 所以总价值是超过14000的 所以我位数的收入啦 在三月升级就是你可以就是在这个月份 你就可以马上从consultant做到TA去 所以升级本来就需要400QV嘛 4月5月就维持TA 所以需要240QV 这样子来说 就是这三个月下来 你就会有880QV至少嘛 所以你就补满到900QV 你来拿那个shopping credit 400令吉 是很值得的啦 当然不值得到这些 这个是extra bonus来的 so你还会有commission 超过1000啊 要看你的sale是多少分大概啦 Horse gift应该可以换到2到3分 所以价值大概有600左右 总共你可以拿到将近2000的现金啊 产品啊还有购物理券 如果说3月份啊 他升级到TA 然后4月他也很厉害的升级到BA 这样子5月他继续维持BA的话 得到的就不只是2000 可能高达五回数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有计算过啦 总共会赚到的可能价值超过14000 也就是五回数的收入啦 在三个月里面 好下一个是可能你早就已经升级到BA 或者SBA了是不是 然后你看到这你会觉得没有你的事情 但是你不要走先你继续看下去 BA跟SBA甚至是EBA哦 BA升级到SBA 可以拿到1500令吉的shopping free credit ok3月到5月之间 如果你刚好是BA 然后你刚好在3月到5月之间升级到SBA 你可以得到奖励1500令吉的shopping credit 如果说你不想要拿shopping credit的话 你还可以选择另一个选项 就是1500令吉的staycation voucher 就是电力卷吧 而且都是五星级酒店哦 就是让你能够跟你的家人呢 一起去Judy Judy Malaysia ok 这两个选项你只可以选其中一个哦 SBA升级到EBA 如果你在这三个月里面 在3月到5月之间升级到EBA 你就可以拿到3000令吉的shopping credit 3000是很大的数目 就是讲如果拿来买 买Novex的产品 应该是整份可以买完 如果说你不想要拿shopping credit的话 那你就可以选另外一个3000令吉的staycation voucher 就是酒店的礼卷 3000应该很多的选择可以选啊 3000块应该蛮大 蛮实用的 如果你两个都想要 你可以选择一半半咯 1500的shopping credit 我觉得已经够用了啦 然后1500的staycation voucher 所以你只可以三个其中选一个咯 如果你这三个月 从BA开始升级到SBA 然后再升到EBA 是可以拿到4500令吉的shopping credit的 就是所以你点升两极的意思啦 1500和3000的shopping credit 和staycation的voucher 就选项是各自选哦 已经是EBA的 你也不要弃你 在这里EBA也是可以拿到奖励的 所以如果你已经是EBA 你塞三月到五月 你都要maintain你的account maintain你的EBA 条件就是三个EC order 240QV 然后在你的PSV里面 然后就是TGV total group volume 要有8800QV 连三个月 所以你就可以拿到3000 Extra的3000的shopping credit 一样的意思啊 如果你不想拿shopping credit 你可以拿那个staycation voucher 如果你两个都想要 你可以拿一百一半 所以一样是选择一个而已 这里有一些staycation voucher的参考 你可以选择hotel住酒店而已 或者你可以酒店再加hotel dining 还有spa package 就是如果拿到4500或者3000的话 应该有办法加得到 所以这里有一些每个地方的地区的酒店选项 全部都是五星级 你可以打开你的NCL 是时候做你的一个planning 做一个规划 你可以在你的NCL上面找team relationship manager 你按进去 你就可以看你自己的team member 可能你的team member很多人 但你记不起来 但是你按进去那边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你的team member 所以你可以亲自的去告诉他这个很棒的福利 不要浪费掉任何的机会 把你的整个team可以build起来 主要就是让你的下线active回 你就容易maintain 你也比较容易升级 commission自然就会多 如果你一定是eba的 你也不要气馁 其实下一线 他们有在冲着这个计划的话 你的commission多了 你自然也有钱 有多的钱去judijudi Malaysia 所以大家可以趁这个时候 把你的novex再继续的搞起来 好谢谢大家